說在這個職場上面 我們也想要知道 說外國人怎麼樣來看我們 台灣人的這個職場文化 職場文化 所以老外 美國人怎麼覺得 其實我們覺得 你們工作太多了 沒有錯 我也覺得 對 對 我好大師 我好大師 錄影時間太長嗎 沒有 沒有 就是台灣人工作時間太長對不對 對 我們 我們 在美國的話 每個月可以收大概八天 每個禮拜六 禮拜日 所以 我覺得台灣 一般的公司給你收六天 然後一些公司給你收四天 我覺得太辛苦了 就是 工作太多了 所以美國人 不願意工作那麼多 不只你 我想法國人也不願意工作那麼多 法國人也不願意工作 好喜歡發工 是不是 對 我們有 法國已經大概是十年以前 開始有法律 我們一個禮拜是三十五個小時 工作的 這是規定 一個禮拜呢 六十五個小時 而且我知道很多國外 他們有明文規定說 你假如幫人家工作對不對 你一定要拿薪資 你不拿薪資的話 他會被罰 對 四個人還會被罰 你免費幫人家工作 你還會被罰 對 今天如果這個問題來 就是你在一個地方工作 然後工作差不多只有半年的時間而已 然後工作半年之後 你發現說 我想換工作 那你會怎麼跟老闆說呢 大家寫一下吧 天啊 我真的說不出口耶 對啊 有點難耶 有點尷尬 Josh說 我是有更好的規劃 對 我覺得這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正常的 責任的說 對 有責任的去說法 有更好的規劃 例如說你可能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想開店啊 什麼之類的 這種事情老闆總不可能阻止你說 喔 你有想法 那我不要讓你去啊 我現在不想讓你去 不想讓你離職啊 不可能這樣嘛 對啊 所以有一次剛好相關 我覺得你就可以講了 就可以講離職的禮 不愧是氣管系的耶 我看到有搬家的 對啊 你剛剛說我要搬到南部去 這種理由也成立嗎 搬南部 就想說對啊 就是我要搬到南部 然後我可能就沒有辦法 就是通勤比較累 所以 真的 真的很好 可是這種老闆的可能會覺得 你XX 對啊 其實很多人都是說搬家啦 不然就是病啊 不然就是要出國啊 對 比較多方面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提拉是就真的會直接講 我覺得要直接講 因為我在打工的時期 遇過好多次 像第一個的時候 因為第一個打工 我就不敢講 那其實你想要離職 你不喜歡這個工作 老闆看得出來 然後老闆都會裝死 就是你反正你不講 我就裝不知道 可是我換了兩三個工作之後 我發現直接講是最有用的 而且那個就是 在內地有一個知名的企業家 他說 員工會離開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錢沒給到位 第二是 你就可以把這句話 講給你的老闆聽 你就說你的錢沒有給到位 我的心就在這邊做也委屈了 那你會被呼到一個巴掌 像馬雲這樣的老闆 其實不太多啊 真的 我覺得就是需要一個教育 就是我們員工也要教育老闆說 你不能這樣對我們 你不能對我下一個人是這樣 不然那個人也會走這樣 你也是啦 不過剛剛還寫搬家啦 寫阿公身邊那種 可以跟我們的印度的朋友 一起交朋友一下 真的嗎 對 你自己也覺得說 印度也好像說不出口是嗎 我們印度的話 跟老闆很客氣的說 老闆我想要 工作已經很認真 可是我想要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要 不讓老闆就是發現 你想要離職那個公司 還是不想要 不願意要做這個工作 所以 就要想一些理由 讓他覺得 你不是討厭這個公司 對 跟老闆很客氣的說 我想要休息 然後 也不用跟他說我會回來 就是想要休息兩個、三個月 那他也就會知道說 你大概不會回來這樣子 是不是 法國人 法國人也會這樣這樣 但是我們有說 大概要休息兩年吧 兩年 都不要來找我 你是直接說兩更久 因為兩更久 都不用倒我了 法國現在還有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你可以 每個月會遇到一些 這個怎麼講 補助 補助 政府會花一些錢給你 所以壓力沒有那麼大 你還可以 六個月一年 還可以沒有工作 就OK了 多好 福利比較好一點 可是如果在工作當中說 遇到一些真的很不舒服的事情呢 對 譬如說那種人際關係啊 之類有的沒有的 會怎麼處理啊 兩個都... 高層 然後把錯過錯賴在你身上 這個常有吧 應該有吧 大家都會遇到的對不對 因為電視劇都這樣演 大家會啊 辦這次數都這樣 真的嗎 QA Baby會加倍奉還 像我之前在素食店 我三不五時都被叫去掃廁所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點餐有出問題 那時候就是我在 因為我是負責櫃檯點餐 可是那個人就說 店員就跑來那個高層主管就說 他不是說薯條去鹽嗎 為什麼你沒有去 我說可是我是點餐人 他說我不管你現在給我去掃廁所 然後就一直上班三不五時 一直掃廁所一直掃廁所 我命就是一臉櫃檯臉 他一直叫我去掃廁所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然後 就是我覺得有一天我成為主管 我就要被奉還給他 他就給我走著牆 所以還是會拚到主管那個位置就是了 就等著看 等著看的那一種 我們等著嘛 對啊 等著整個十年 你要是眉身主管的話 那就再等 少十年的廁所 就一直等下去 就嫁入你家 好 阿蹦要默默地舉手 我覺得是 我曾經有碰過在我高大一的時候 打第一份工 然後那個老闆他就是 他就是會常常把 他做的事情就是加注在我身上 然後變成是我要去收拾那個攤子 可是我就是這樣一直忍一直忍 忍到真的到第二年的時候 我真的忍無可忍了 我就還是躲起來 就 我那時候不敢直接告訴他說 真正離職的原因是什麼 我只是跟他講說 我覺得我要休息 因為我覺得我 課業上壓力太大 所以我沒辦法繼續打工了 我是用別的謊來說服自己這樣子 所以各位在你們的文化裡面 會怎麼做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又很有意思 就是因為我覺得 要看誰有錯 比如說如果是老闆的話 如果我老闆有錯 然後這個不是大老闆 是中間的那個 如果他有錯 然後他要推給我 然後可能就是說 好 那個就是我錯的 因為他是老闆 因為他是老闆 我覺得可能以後啊 有機會他會捧我 捧我的門 可是如果是公司的人 所以我覺得以後 如果他錯 然後他要推給我 就沒辦法可以捧他 就是因為以後我知道 他沒有機會可以捧我的 那你怎麼知道那個同事 不會變成老闆呢 大概應該不會吧 兵力 對 不知道我應該想 對 所以有時候會選擇 就是承受下來 對 說不定以後主管他也會知道說 你曾經幫我揹過一支黑鍋 對 把他記一下 如果那個人是好朋友 應該是OK的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朋友 都沒辦法 對啊 所以這個就要跟日本人多學學 因為你看對不對 伴摺之術 裡面講直接加倍奉還 是這樣子的嗎 日本真的像伴摺之術那樣嗎 沒有 不是 因為那個 日本就是有什麼 然後我就會吞下去 現在 現在都是吞下去 就會吞下去 絕對飲 對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樣子 可是 那是一般的自術嗎 對 就是 一個日本人的理想 所以就是夢 一個就是理想的東西 是夢 對 一個夢 大家都想做 那個沒有那個東西 太難了 太難了 原來是這樣 但今天碰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真的碰到自己的老闆 你想跟他要求加薪的話 各位你們會怎麼做呢 加薪 加薪啊 加薪 怎麼開口怎麼講 要從老闆口袋裡面拿出錢來 真的好難哦 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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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薪超難講 我看到撒嬌那兩個字 好好哦 不是我覺得 我覺得 不是你不要搶硬 如果搶硬的話 他也許就是連工作都不給你了 他會覺得說 你嫌薪水不夠 我可以再去請別人 對 你可以跟他說 就是跟我一起進公司的別的同學 就已經 薪水已經比我要高了 然後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 就是你要軟一點嘛 就可以就是 對啊 有沒有人曾經 因為來這裡要錄影 然後覺得說我應該要 因為我表現很好 所以我應該要 爭取多一點的福利 有曾經這樣過嗎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真實 真實的聲音 但是這個 我們看到國外的 立馬兵你們 如果你不滿意你的工作 我覺得 你自己還是自己告訴他 要看你的表現 如果你真的很認真在工作 但是老闆一直都沒有注意你 我覺得 就是你自己的 一定要告訴他 但是如果有一些老闆 如果你不告訴他 他應該永遠不會 那個 這個就要看你自己的 個人 跟個人有關係的 法國人 我覺得要問 然後如果問沒有用的話 要 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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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一直罷工 我都沒有地鐵做 對我們來說是像運動一樣 無緣突秋 罷工 在日本呢 日本好想好說嘉欣這件事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這覺得很可怕了 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一進攻是台內那個薪水 就一路都是這個薪水了嗎 不會 就是看他能力 看來日本與台灣 在要求嘉欣的情況下 好像有些類似喔 因此我們特別安排一場 向老闆要求嘉欣的狀況劇 就由台灣代表餅乾